剛開始前面幾場之後 那樣有點切換不過來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講這句話啊 你是誰啊 但你會輸啊 好可可 拍攝影師的時候 可是他們兩個很認真的時候 我就會三不五時 想要弄他們一下 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都一直問說 欸你玩童會吵架什麼之類的 告訴你 你想看我們吵架就來看這部片吧 我覺得我們三個好像都在扮演就是 我們自己的某一小塊的東西 然後把它就是誇張化 比如說小春他演的是一個歌嘛 他就是把他歌的那一面 再dramatically一點 規矩最重要的就是規矩 等一下你不能太急 所以我發現我特別好笑 對啊 然後大淵他就是一個 就是 嘻嘻哈哈的人 所以大羅也是一樣 大羅其實就是這樣這樣的角色 可是他可能也是一樣 更戲劇化一點 他就是把它凸顯得多一點點 我就是我必須要 回去找到我二十出頭那種 很自以為是 很好勝的那種心情 臭小子你到底懂不懂啊 吵死了啦 你知道老舌哥會有一種自傲 去把它拉出來把它放大這樣子 這個才可愛的 就是要拿可愛的 我覺得一個很有趣的是 大家會覺得說 我們三個人夢期很好 我們認識很久 對 我們會演出會很順利 賣七十六 兩塊五十 剛開始前面幾場的時候 那種有點切換不過來 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你會講這句話啊 你是誰啊 但你會失望啊 好可怕 那個 拍人家的時候 可能他們兩個很認真的時候 我覺得三不五十 想要弄他們一下弄他們一下 可是拍電影就不行了 你知道其實要演一個 受傷的人是蠻難的 聽到他們的聲音 有情緒的時候 我XX 很大聲都肆罵了的時候 然後你眼睛又不能睜開 所以一直很想要知道說 到底他們在幹 對 但是走了幾次以後 我就完全忘記小春跟 送的這個賽事 尤其是今天殺青那種感覺就是 我好不容易建立了一段友情 我待會離開這裡以後 或是我就想到 我們沒辦法一起工作 我就覺得 我XX好難過 啊 整趟下來 我其實真的是蠻感激的 因為每一個人 每個演員對我來說都是老師 引導我去學習 就是我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蠻有收穫的 這真的不客套 這是講得很重的 XXX 從你可能到現在 大家一直問說 你頑童會吵架什麼之類的 告訴你 你想看我們吵架 就來看這部片吧 頑童三個人第一次的地補戲 開很快 非常快 對 希望大家可以來支持 宿命道 炸造成 架 1 2 1 4 4 5 6 7 9 9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